我们属于自己的冬装 其实真的有时候男生不想会觉得 穿西装真的很舒服 其实真的可以考虑陈俊良老师的那种冬装 他把那种东方那种很温文优雅的那种元素 发挥的淋漓尽致 对俊良老师而言呢 我觉得设计他希望能够带有 责任失忆的一个概念 让每一套服装呢 他都有不同的才艺在其中 而且对陈俊良老师而言呢 他希望对消费者穿着的时候没有任何负担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西装可能要穿衬衫 穿领带才能够是一个整体的造型 但对东装而言可能只是一件单件式的一个单品 就能让你很舒适很自在 但是又很有气势 而且这样的服装你不觉得你一件穿上去 就让人家觉得眼睛为之一亮 感觉上这种这个人都很斯文气质起来 请问一下苏委员 乔会委员 不知道我们的行政院院长 院长是不是也有兴趣 穿着我们陈俊良老师的服装呢 我们可以眉合一下 对对对我们现在 其实跟我们的林局长报告 其实小红我 安姐我 我觉得我们每天都在做眉合的工作 就是大家一起来眉合 好的 陈俊良老师是我们这个大哥大大 我们终于是我们这里的也是大哥大大 是另外一种终身带 那我们接下来要看的呢 是新生带的尼克耶 叶扎靖设计师的作品 叶扎靖呢 与他的维纳组成 但是今年呢 他特别以皮革跟一些面料呢 是有一些像是美容型的布料 加上一些皮衣 再加上一些乌干纱等等 去做了不同的拼接 也用了非常艳丽的黄 来做一种组合 其实黄色会是今年秋冬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色彩 毕竟上半年大家都被疫情 阻挡啊 感到心情很嫩啊 所以我们期待有一个 好的一个秋冬季的来临 跟一个很光明的一个新的一个季节 所以黄色那种像那种 像日可的黄 其实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色彩 尤其啊黄色其实很 很多东方人都很怕运动 可是我觉得 Pinky这个系列的黄色 用得非常的漂亮 把女生的肤色 其实称得更娇嫩 我今天也看到了我们 Mans Uno的总编辑 林皓正 皓正哥 OK 希望您呢 也可以给我们所有设计师 最多的鼓励 就是对她们最大的肯定 谢谢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到的是 设计师宋丁阳 她的品牌是Taylor Song 她的主题是香达小姐 用复古提花 和帅性线条 珠秀来点缀 是睿智 撒脱干练的职场女主角 其实当然很多office女性都觉得说 会想说我每天穿着要怎么样 兼容正式感 还有能够游走于各种不同场合 其实我觉得 林皓在这个系列的服装上面 就发挥得非常的好 尤其大家可以看到最后一套的那种 我们刚讲到那种外套式的洋装 她就是把它用那种提花的布料 再加上一些那种珠式 那种珠宝的一些刺袖 它变得很有细致 就有那种华丽感 那其实你在这种白天里面有正式感 上班有正式感 开会有正式感 你下班的出席 那种这种时尚派对 一样很表演 我真的很开心 我看到宋丁阳 她的进货 也真的是有目共的 有非常大的突破 而且对丁阳而言呢 她在权势有性 在干练之余呢 把俐落的线条 仍是加上了很多柔美优雅的 幸福感 而且你只是看到服装 其实她每一件 在于身材的修饰性上面 其实都已经忽略到了 不管是外套洋装 或是第三套 她用剪裁的 有两项背心的宽秀的设计 其实对女性身材的修饰 她都照顾得非常的好 是 其实今天呢 我刚刚讲的重心迷急 除了我们这么多政府的长官们 历领 还有这么多优秀的设计师 今天我发现 我们有很多 这个艺人界的好朋友们 来到我们现场 王思佳 负在哪呢 来 谢谢你自家 谢谢 我们也看到了陈宇乔 你在哪啊 谢谢宇乔 看到了何佳玟 谢谢佳玟 大家一起都能够来为我们加油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 黄胜尤设计师 也恭喜胜尤 她两度入围了台北时装周 胜尤今年呢 是以细腻的剪裁 跟细致的细节为准 那胜尤一向呢 都很喜欢把外套 怎么样用一些扩形的模式呢 让她的服装呈现不同的氛围 像今天小红老师身上穿着的这一套呢 也是黄胜尤的作品 好 我很可爱 决定也决定看 决定 其实啊 胜尤的服装啊 她看起来很宽松 但是她其实在板型的结构上面 她一看就会知道 穿起来一定很舒服 那当然咯 你知道西装要做得舒服 真的是要穿 她其实有很多的那种学问在里面 这个我想那个 Mansu No一定能给我更清楚 那可是呢 我很喜欢刚刚第二套 粉色的淡粉色西装 她用她把那个西装的结构 然后拆解 然后说那种一些那种 不收编的那种虚编设计 我就觉得她让西装 变得非常的直爽 姐姐非常的有味道 其实我们这边有自由时报 有中国时报 还有这么多的总编辑 你知道我们台湾的总编辑 都是以鼓励支持的方式 来为设计师们加油 如果你们现在到了这个纽约 或到了比兰 可能就没有那么幸福了 所以我们给大家很多机会 你们一定要努力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到的是 My Dear 吴乃馨妹的设计作品 乃馨呢 它是以染色作为它创作非常重要的元素 它以脚染蓝染注明 它随着水的流动以及防法的不同 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在每次拆线的瞬间 都能像拆礼物一般 非常的有趣 因为其实每次看到那个 其实 魅 魅其实也是我们这边的那种全情 魅非常的努力 但是我今天看到她作品 我觉得她有突然间好像这个毛色顿开 让蓝染不只是传统的蓝染 让她也可以走在我们时尚的这个梯台上 也能够让一般消费者很轻松的能够驾驭 像大家看到的这条短裤上面的这个纱裙 它也是用染色的布料的方式呢 让这条纱裙上面呈现了脚染的效果 其实脚染啊 过来过去大家会认为它是一个很休闲的一个布料的材质 跟运用跟很休闲的服装 可是其实最近这几年来 其实设计师还要展现那种旅行啊 那种放松心情的感觉 其实很多设计师都用到了脚染的一个设计 是的 所以其实脚染会特别考验这个设计师那种重要的功能 其实我觉得脚染厉不厉害 蓝染厉不厉害 一定要问徐秋仪老师 她绝对是这个部分 秋仪老师对不对 嗨 秋仪老师呢 前几天才在这里呢 我们用客家服饰的元素 让所有的亚东技术学院的同学 他们都把客家跟蓝染做了一个最好的诠释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欧温 Chen 陈毅良设计师的作品 毅良呢 利用旧衣的重组来创造永恒的时尚 但这次他的作品呢 我们特别看到 他有非常多细腻把针织和平织的部分 做了一个不同的组合 陈毅良呢 其实也在十年前超级设计师大赛当中 过关斩将 一路得到了第一名 对 我记得那次我有参与庞审的工作 我就是庞审长 对 那时候就对那个艺良的工艺 跟他设计啊 跟剪裁工艺真的印象深刻 他也很擅长用那种黑色来照着女性的性感 那当然了 还有这次就是针织的运用 其实针织的运用 也是今年秋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流行元素 尤其今年的针织 就像要我们的最后一套这样子 他是用各种不同的一些针织法 还有一些版型的一些变化 比方说他用了那种流速的便捷 然后用了那种垂坠的感觉 然后扯过的感觉 去创造真知的多元的表现 你刚刚讲到结构的感觉 基本上就像这其实考验的设计师 在精致做工上面的功力 其实对陈奕良而言 小宝老师也要鼓励他 有的时候他会觉得压力很大 因为他看到他很多同彩 同辈出现的设计师 都已经跃上了各种不同的舞台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只要你努力 永远等到那一天 就像我们的简国燕设计师 他在台北好时尚连续五次 不停的比赛 终于拿到了金奖的殊荣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 真相容设计师 真相容设计师的作品 他是希望能够用衣服 来改变女人的生活 让生活变得愉悦且丰盛 但是真相容设计师的作品 我相信对很多上班族 或者是比较喜欢 稍微正式职场女性 绝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因为他的服装 在小细节当中 维持着一点点其他的性感 但是也不失为有干练的气势 这些上班族服装 它要挑选 尤其那种忙碌的上班族女性 你白天要上班 要认识的场合 你晚上要出席派对的时候 就可以像这样子 像詹香楼设计师一样 挑选一些带有一些 闪亮元素 一些刺绣啦 或者是亮亮的扣子 它都很容易帮助你 游走于日夜的场合中间 其实我也很感动 这里每位的设计师 都在我们TFASH的基地 想想他们彼此呢 互相的交流 互相的肯定 其实就是最好的努力 但是我这边也要讲 我也非常谢谢 很多的布料厂商 像明琳雷斯的 熟贞老板 或者是包括家屠的张老板 还有人美的Peter 还有很多很多布料厂商们 如果不是你们最棒的机能系 或者是各种图腾的面料 也没有办法让设计师的作品如此之精彩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到的会有一种很sporty 很时尚运动的风潮 那就是WAS Fashion Sports 陈湘华设计师的作品 Sonia她希望她自己非常喜欢 打高尔夫球 所以你看她把她的兴趣 跟服装做了结合 如果大家喜欢运动的话呢 不用担心没有适合的服装 因为Sonia呢 香华她是可以让你量身打造定做的 所以你觉得军太短 我们可以加长 如果你觉得袖太紧 可以放大 像小黄老师我喜欢打网球 她喜欢打高尔夫球 那我们一样可以让你在网球场 或高尔夫球场当中 成为最亮眼的主角 大家如果想知道 今年秋冬流行什么颜色 其实看这个系列就知道了 就黄色 紫色 绿色 其实都是今年很流行的一个亮色调 今年秋冬就是要这么颜色 那当然了运动 就像小黄老师讲的 运动其实你服装的那种线条 你裙子的长短 松紧度非常的重要 我们要打得好 而且要打得漂亮 真的 而且最感动的是 全世界疫情这么的严重 大家刚刚进来的时候 就经过了谢谢Kenny Support的 红外线测量机 所以这里呢 所有的人温度都是OK的 你们放心 我们刚刚都一一检测过 否则你走不进来 那大家能够在这里齐聚一堂 可不可以自己再掌声鼓励一下 我觉得是不是要非常感恩 而且现在的时装周 大家很多都没有办法举行 我们还能够在这里真的要谢谢所有的台湾最可爱的同胞们 好接下来呢是我们T-Fashion的时尚基地呢 和很多工艺设计师Crossover的作品 像Coco老师的这一套和叶佳靖的作品呢 哇我这边一定要讲 你知道他们是运用了6168个不锈钢的钢圈 集聚了9位女性的双手 花了超过1000个小时的完成的维纳斯的作品 大家都知道维纳斯奇沙是战神 所以他不仅是娄美 他还要有不锈钢的那种硬挺的性感 那其实呢 因为我们T-Fashion时尚基地 是台北很重要的一个时尚聚落 我们这边其实不仅有很多的很棒的设计师 我们还有很多很棒的工艺设计师 工艺设计师跟品牌 像珠宝啦 或者是不锈钢女王啦 还有银饰啦 像刚才跟王燕熙老师合作的爱迪银饰 那这些作品呢 都会让我们眼睛为之一亮 所以也谢谢不锈钢女王 Coco老师 也谢谢叶佳靖 所以我们真是希望 透过像这样子的cross over的合作 一起来展现我们台湾时尚的多元风貌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蔡惠玲老师和吴东玉 工艺设计师的作品 拥有35年艺人舞台造型 服装设计经验的蔡惠玲老师呢 她真的是每天都在这里努力地工作着 她把她的服装呢 结合了舞台的设计跟婚纱 那吴东玉设计师呢 她在这个珠宝设计的工艺手法当中呢 也融合在蔡惠玲老师的服装当中 其实不只有吴东玉 其实他们是兄弟党联手 跟蔡老师合作 是的 所以她衣服上的那种珠袖 其实就是吴东玉的 或是吴东玉之手 那她的项链 其实她抵抵是那个 吴东升她所创作 啊 东玉东升兄弟 一起联手打造和蔡惠玲老师 成就了最棒的作品 一个擅长金工 一个擅长竹秀刺秀 而且她在这边常会开课程 大家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来 欢迎来我们这边报名 好 很快的 我们剩下三位设计师了 好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的武士和简国院设计师 和李承翰设计师的作品 金城武秀呢 全部都是用刺绣来呈现服装的美好 所以大家看到很多的服装 其实包括之前很多下次的服装 也是和我们的武秀的武士 来 武士跟大家举举关回首 武士设计师呢 他基本上把刺绣呢 成为他最大的这个工艺的来源 他把这个刺绣呢和布料 去做了一个最完美的组合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套呢 是简国院的作品 他将他的B 化成是一个刺绣的一个 Gobjet B 对 那他就是把那种字母的图层运用 变得是很细致的感觉 所以那个我觉得透过那个武士组手 你会觉得说原来大看 现在好像觉得是印花布料 但其他其实都是刺绣 对 原来它上面是这么顶级的工艺 都是以刺绣来建成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 李承翰的设计 李承翰呢 他是以昆虫进化的过程为灵感 注焦在剪的状态 诠释昆虫成长蜕变的过程 希望他的服装呢 能够把这个藏匿在 奋力吸收外的视觉养分 成长茁壮 希望每一刻都是像破茧而出的时刻 现在我跟武士聊过 其实像这种刺绣啊 它真的是一个数学跟美学的一个结合 它的下针 然后包括线的重叠 线条的勾勒 其实都要经过很仔细的思考 然后下去做的 它其实真的是 你看到它看得好像 就是远远看得到一幅画一样 但它其实经过它很精密的一个构思 跟所有的长官 像思瑶瑋有报告 其实我们不是只有服装设计师 我们还有非常多精工优秀的设计师 好 接下来最后一套作品呢 是由我们爱迪银饰和王燕熙设计师的作品 我觉得他们的诠释很可爱哦 因为他说不规则的珍珠是真心 不规则的手工蕾丝贴花是真爱 当珍珠遇上了蕾丝 像极了爱情 对 那爱情可以千变万化 所以它这边的那个跟爱迪银饰的合作 也可以千变万化 比方说大家看到背后的那种珠链的锤链 当你穿得很性感的露背的衣服的时候 它可以绣出你的美背 那你今天如果不想要绣美背的时候 其实这些珠链都可以拆下来 变成一个项链的运用 所以就是强调 就是说服装跟首饰 它可以是千变万化 它可以是互相搭配 互相回应 我在这里很高兴看到了 我们高龄的教育金会的Aris 嗨 为什么要特别介绍Aris呢 像我们在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舞台 像很多的设计师都来这里担任过评审 我们在这里呢 制作过13集在台式播的T时尚TFashion的节目 像我们很多的缝纫机啦 或者很多的面料 都是由12所服装设计科技的大学 从永乐市场买布 运用3个小时之内制作出来完美的作品 真的谢谢大家每一个人的用心跟努力 大家看到了30位设计师的作品哦 哇 各位要谢谢大家的耐心 跟愿意花心思 每一样设计师他们的他们的努力呢 都让大家能够看见 所以呢 好 晓晓老师这边要说 我 我